哈喽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三圈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一直要先带大家在节目前带大家转握国际上的大小事 包含像是财经啦甚至乌俄战争以及大家最热血的是足赛 不过今天我们一开始要先来介绍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 彭慧云 慧云好 一伦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慧云要先带我们转握一件大家都很关心的事就是白纸革命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呢 因为说好像稍稍有比加松绑一点点 好 没有错 其实这个松绑真的是来得很突然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一直坚持他们所谓的动态清零 那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呢 他们就是一直采取非常强制非常加压的手段来控制整个疫情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非得要民众上街头抗争 结果他们的防疫政策才会做出让步跟调整呢 就来看到为什么中国大陆坚持清零 反而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 因为他们其实采取四大政策 大家都知道说 比方大量的检测啊 而且是全员哦 比方你这社区有多少人就做多少的检测 还有强力的封锁 强制隔离 数据追踪等等 因为他们一方面呢 要坚持清零的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说 有可能如果说像采取我们的跟病毒共存的话 那有可能他们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根本就附和不了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中重症的大量的中重症的病患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外媒分析 就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想要证明说 他们自己的做法有效是对的 因为他和其他国家 西方国家采取的态度很不一样 都还是采取非常僵化 而且很强硬的封锁手段 他们想要证明用他们这一套方式 真的可以达到清零 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他们越想清零这个病例反而越多 因为已经像是这个礼拜 已经曾经高点是四万多例 然后现在也是三万多例每天这样子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要清零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而且呢 其实在复旦大学还跟美国的印第安那大学 他们有进行一个模拟研究 就说如果现在真的是和病毒共存 然后就让这个Omicron病毒 在中国大陆社会感染六个月的时间 他们会出现超过一亿个病例 然后会有多达一百六十万人死亡 所以整个死亡数还有健保都会崩溃 可能会再掀起抗疫 所以这个这个研究调查 就是可以给大陆当局当作一个参考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前提 就是他们愿意参考的话 那还有就是说学者也分析说 现在的防疫就算如果结束的话 正面的经济影响要到2024年才会显现 那么等于说经济整个产出预期会下降超过一到两个季度这么多 那现在呢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白纸革命的抗争 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整个催化了加快了解封的速度 像我们看到了在上海广州还有北京 等地突然一夜之间就宣布解除临时管控区 尤其在北京跟郑州他们更宣布说 如果你是没有外出需求的人 比方说长者啊 婴幼儿 这些不需要外出的人 你就可以不用再做筛检了 来看这则报道 上海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 不过当局已经宣布 24个高风险地区12月1号起解除管控 这个日子还没好 因为我现在特别日子呢 有没有办法 对吧 那么加时光在房间 因为老年你得了个毛病就比较逃一来 有些人感到担忧 但也有人表示最终一定要解封 经济才能发展 而不止上海 包括北京 郑州 广州 也都在放松疫情防控 宣布允许没有外出需求的人员 例如长期居家的老人 网路上课的学生 远距工作的上班族等 都可以不必参加全民核酸检测 对于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 精准免解 风控管理 快风快解 阴解境界 郑州市政府解除了 非高风险地区的流动性管理 广州则把部分高风险区域 调成低风险 还有地区解除强化社会面疫情的防控措施 这些解封的地方 正是近来爆发白纸革命 抗疫最激烈的城市 国际间则持续声援白纸革命 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外 有民众举起白纸 点起蜡烛抗疫 科隆火车站外 则有民众举标语 点蜡烛示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NBC专访 批评镇压抗疫 显示出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软弱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也发声表示会一直跟中国示威民众站在一起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好我们关注完对岸之后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财经资讯 我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人 他就是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每次讲什么话都会马上牵动美股 因为现在美股盘势还不错 而且亚洲股市在1号这天也都是上扬的 为什么呢 因为鲍尔在周三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个最快12月左右 可能就可以放缓升息的脚步 就被认为是释出比较鸽派的讯号 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联指会主席鲍尔释放鸽派讯息 激励美国四大指数走扬 到从指数收盘大涨737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涨幅也超过三个百分点 在鲍尔的演说前 美国第三季GDP也上修到百分之二点九 欧元区的通膨率更是出现17个月来 首次下滑来到百分之十 投资人至少感觉看到一点希望 而亚洲股市周四也开高 主流日韩股市上升 大陆的上证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等 在中午前也都是呈现上涨的趋势 对于通膨各国选择谨慎以对 南韩央行只说会调整货币紧缩不乏 而欧洲央行12月的升息幅度则渴望缩小到两码 TV新闻纵侯报道 好接下来将焦点转向是俄乌战争 因为看到呢传出说俄罗斯这边呢 他们打算要来向乌克兰攻击的是什么呢 他们要把老旧的巡异飞弹移除核弹头之后 朝乌克兰发射 那你都已经移除掉核弹头之后 想当然那个攻击的力道还有造成的破坏力 当然是差很多 但是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发射这个飞弹呢 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就认为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消耗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削弱他们的防空能力 判借此可以控制乌克兰的领空 那么另外还要看到就是说 其实俄罗斯并没有放松对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的轰炸 甚至像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 这几天也是一个激战区 甚至连CNN的记者呢 想要前进这个巴赫姆特 都是因为遭到炮袭 必须要放弃他们的计划呢 甚至呢 还有乌克兰的士兵在协助老奶奶撤离的时候 被俄罗斯炮火 打个正着 必须赶快狂把腿狂奔 乌克兰士兵与时军赛跑协助长者撤离 只是下一秒 开到一半的车辆还是惨遭波及 但更惊险的还在后头 镜头之急老奶奶一度跑不动 幸好所有人求生意志坚强 又死命跑上另一台车 所有人最后也奇迹没有大碍 但乌冬的战火可不是闹着玩 当中又以巴赫姆特的战况最激烈 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人牺牲 CNN采访团尝试挺进郊区 却又因为前方炮火变猛 紧急停车 在一处碉堡州巴赫姆特的乌克兰士兵说明刚前困境 表示虽然还能靠无人机做精准打击 但俄军狂轰滥炸还是很消耗战力 乌克兰士兵说弹药越来越吃紧 根据乌克兰统计 俄罗斯九个月来已发动超过一万六千次的攻击 哈尔科夫还出现炮弹坟场 美军退降以自身经验分析 认为巴赫姆特的激烈交火已远远超过伊拉克战争 北约一连两天在罗马尼亚首都召开外长会 乌克兰外长受邀出席 希望能获得更多武器 北约已承诺提供更多军援 并协助修复关键能源设施 包含美国也将提供五千三百万美元采购电网 展现挺无决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俄罗斯人对乌东及乌南虎事丹丹 乌克兰目前还有至少百分之二十七的电力短缺 部分居民还得克难爬十九层楼梯回家 但也有人说这些苦都是小case可以忍受 在前线的乌冰正因为恶劣天气才在泥泥战壕 同时间俄国又找来小老弟白俄举行联合军演 似乎想借此隔空与乌克兰和北约国家较劲 TV新闻综合报导 好接下来我们换个心情来看氏族赛吧 不过氏族赛这个赛况很激烈 大家也把焦点放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就是C罗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梅西 那西罗的话 因为他之前跟他的老东家 曼联已经解约了嘛 这个不换而散 对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失业的情况 对 但问题是马上就找到新工作了吗 因为这个西班牙的马卡堡 他就说C罗将前进沙尔地阿拉伯联赛 要加盟传统的禁旅艾纳斯 而且年薪超级高耶 真的是一个没办法想象的数字 你看到是新台币63亿 而且合约的年限是两年半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想说 哇C罗这么快就找到了吗 那美日进报则说 确实是有一直在讲说 沙国正在密谋要引进 说这个C罗跟梅西两个人 要在这个沙尔地阿拉伯联赛来踢球 有这个可能性吗 连这个LV都把这两个人 是用合成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这么 有办法把两个人一起拉在这边 一起来踢球 真的大家也蛮好奇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沙国的体育部长 他就讲说 确实有招揽C罗的计划 而且C罗跟梅西 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球员的榜样啦 所以看起来这个两个人要凑在一起 恐怕是有可能的啊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 还是要再期待一下 那这足球赛真的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好但是还有一位 大家也非常注目的球星 就是法国非常年轻的明星前锋 母八配这个天才前锋 他真的是被人家称为是天才前锋 因为你看他出赛两场已经踢进了三颗球了 命中率很高 对而且他被获选为单场的最佳球员 但是呢他会被这个FIFA给惩罚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拒绝访问 因为他被选为这个单场最佳球员 他按规定他是必须要去受访的 但是他赛后两度拒绝了 所以FIFA要来开阀了 那么我们其实呢要知道为什么母八配会拒绝 大家会觉得说他应该也是很虚 就是球星啊对曝光 媒体前面曝光吧 对也会不陌生 但是呢可以看到他会认为说 现在大家问的问题可能真的不是跟 这个法国赛的赛况有关 可能比较多是在围绕在巴黎圣日耳曼 也就是他现在效力的球队 以及他的未来规划 所以这样呢就分散掉他自己的专注度 所以他就拒绝访问了 那其实母八配也并不孤单啦 因为其实德国队的记者会呢 这个德国跟西班牙的赛前记者会 德国只有总教练一个人出席而已 所以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媒体的严翻考问 其实你看到FIFA有规定说 至少要有一个球员跟总教练一起出席 但是呢为什么德国队的球员拒绝出席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训练基地来回往返这个媒体中心 光车程就要三个多小时哦 所以对他们来说要有充分的休息 他们才可以练球才可以有好的表现 结果呢这个车程就要三个多小时 所以教练也会希望说 其实球员应该要集中投入训练才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现在看到德国足协也会被开罚 台币三十二万四千块钱 对确实哦 因为现在世主赛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就在这 因为十六强这个名单陆续出炉了 但有人是赢了比赛却没有晋级 包含像是图尼西亚跟墨西哥都这样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报道 看到进球全场爆出欢呼 卡达世主C组赛事墨西哥对沙鲁地阿拉伯 尽管破门攻城马丁与查韦兹连进两球取胜 但因为与积分相同的波澜相比 尽胜球数负一球 只能将晋级门票拱手让人 这也是墨西哥四十四年来无缘士卒十六强赛事 而沙国边风多萨里在商庭补时成功扳回一球 却也是整场赛事唯一一分 比输的沙鲁地阿拉伯虽然失望 但也为自家球队奋战感到骄傲 C组另一场阿根廷对上波澜 一二比零击败波澜 以小组第一位出现晋级 阿根廷也成为1998年来第三支 尽管输了首战 但逆转成小组第一的队伍 同天第一组小组赛连胜两场的法国 在与图尼西亚比赛中却吞下首败 而进球工程图尼西亚的哈兹利 在下半场58分钟成功破门 不过同一时间开题的澳洲一一比零赢丹麦 也让图尼西亚无缘破队史记录晋级16强 球迷认为自家球队随败犹荣 而赢了丹麦的澳洲 一小组第二支支晋级 也追凭队史氏族最佳记录 接下来就要对上劲敌阿根廷 同组的法国则将与波澜对战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要用Google Trans 带大家来看看各地网友热搜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 我们请慧云来帮我们分析 好美国登上热搜的这个人叫做Jake Flynn 但是很可惜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他其实是美国的一位乡村乐的歌手 那是在地方上比较有名 就是奥克拉荷马州 他是从那个地方出生的 那这位Jake Flynn呢 他才37岁而已 然后他才刚和他的妻子新婚完成了婚礼 照理说应该非常高兴的 结果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他在睡梦中离世了 所以在新婚当天晚上就离开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太太就是新婚妻子 真的是非常心碎的发文 他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在开心的 看婚礼上的照片 但是我却必须要找能够找衣服 然后要帮我的先生下葬 他说真的心很痛啊 很希望他在这里 那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Jake Flynn 他毕竟也是一位有名的当地的地方歌手 所以呢他结识了很多音乐人 那大家当然就是非常不敢置信 相当的惯惜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都还不知道他的死因 所以确实是一个不知道 什么样情况之下发生那个悲剧 对对那这样子的死讯 其实传出来之后 当然他很多粉丝也不敢相信 所以才会登上Google热搜 因为也确实这件事情 看起来就是有点离奇 就是怎么会在新婚当天之后 就在睡梦中离世了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热搜这样 好有一点难过的消息 没错好我们看完美国之后接着我们就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就是Neko Williams 他是谁呢是威尔斯的球员哦 主要是因为这个英格兰在30号这天的四组小组对上的是威尔斯 结果这个开打前胡耀威就很浓厚 因为这个球赛还没开打 有球迷就在这个酒吧里面打了一架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是英国内战嘛 对所以现在这个英格兰最后是以3比0 就是击败了威尔斯 然后晋级了16强 对但是这个威尔斯哦 就是我们这个热搜话题的人物 他其实在这个场上好像有一度是有受伤的情形 对然后当时就被判断说 是不是有一点脑震荡的状况 因为他就是跟英格兰的一个球员 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对但是后来他还是上场了 结果真的是有点状况不行 所以十几分钟之后他才被换下场 对因为他又在倒地 对所以像英国有很多那种退役球员 他就觉得说哎这个状况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觉得说哎受伤十几分钟才把他真正换下 所以他说这样子在足球赛其实对球员很伤 但是好像又很常见 对对没有错而且这个Neko Williams 就是还有个话题 就是他就是在踢完比赛之后呢 还哭了 因为他其实他的也也在四足赛开打前一天才过时 对所以后来也 双重打击就对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他又成为了热搜榜的关键人物 好没有错 所以英国的热搜是威尔斯的球员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日本的热搜是什么呢 好日本的热搜呢是跟虫有关的 是叫恶口虫或者是说我们台湾是叫疾恶口线虫 那这个虫是怎么样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 就是因为传出在青森县有很多人生吃了银鱼 是一种淡水鱼 结果吃了之后呢 可能因为在料理上面呢 并没有很妥善的处理好 所以就让这个虫跑到身体里面 所以导致有大概有130多个人都出现了 像是皮肤红肿痒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当局呢当然也是提 赶快提醒大家说 如果说要吃盈鱼的话 应该是说你要充分的烹饪加热 对然后清洗啊料理都要很注意 否则就会让这个疾恶口线虫进入到身体里面 其实严重的话真的蛮严重 会对你的眼睛还有脑部造成影响 有可能会失明或是麻痹 而且你看很多伤者 他们的腹部上都出现这样子 非常大片的红 对很像皮蛇 其实有一点像 然后红斑 然后还有这样横行的很深的红斑 所以就觉得说 那现在在这个日本呢 就是这个疾恶的口线虫 登上了热搜榜 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的热搜话题 就是Apple Pay 好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也曾经讲过 说Apple Pay要进到南韩这边 终于可以用Apple Pay来支付了 然后最近就是有一个南韩网友 他就拍到说 他搭乘的计程车广告上面 其实就有看到Apple Pay logo 旁边写着11月30号 所以他想说 哇Apple Pay要来了 11月30号就要登场了吗 结果后来他们就说 他们手机已经绑好了支付的这个系统 而且都准备好了 然后他们因为开始是跟这个 现代信用卡来进行合作跟绑约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说 是不是Apple Pay就要上了 但是苹果跟现代卡公司很奇怪 他们都没有回应 那苹果的官方也没有推出正式的声明跟宣传 所以这个广告是不是疑似提前外泄了 那有一个这个韩国的这个监管 金融监管局的官员跟媒体说 其实Apple Pay还在审查当中啦 确切上线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这个广告大家都想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看到一些外媒的报道是说 有可能是先从线上的支付开始 之后才会到线下 但是其实很多人已经等不及了 对 然后因为好像因为韩国的这个 Apple Pay的配合店家还不是到很多 很多 那目前知道好像就是像什么 星巴克啊 Starbucks啊 Costco啊 然后还有他们的超商 对 这些什么E-Mart 但是如果Apple Pay能用的话 就感觉是一个 我手机就是可以用我这个东西来绑支付 因为Samsung Pay已经有了嘛 对 所以很多民众其实也很期待 对 好我们接着来看香港 香港的热搜关键资 我们要看到的是草菅民生 这个是日本的艺术家 那么他最知名的作品 当然就是这个南瓜 还有这很多很多的点点 那么这一次呢 是他相隔10年要来再和LV来合作了 所以你看到啊 在这个日本东京新宿东口 这个非常知名的3D墙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草菅民生的广告 在这里 打得这么大 那当然呢 这个广告里面就是有三颗南瓜 然后其中有一颗翻过来 就是草菅民生的脸 那就是因为3D 然后整个很逼真 所以整个效果 广告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其实这一次的合作呢 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 有做装置上的艺术哦 包括说在东京铁塔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 它那个中间白色的腰带的地方 有一个浅浅 就是其实挂上LV的标志 然后不远处就有一颗漂浮在空中的南瓜 就是变成整个街头都是它的 对因为还有车子啊包包啊 所以都是这样点点 所以你看草菅民生大举进攻东进攻的那种感觉 对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的热搜 其实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哦 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啦 它有一个很大的新制度 就是11月30号正式纳管 所以你是必须要领牌 而且要投强制险才可以上路哦 但是还是有很多长辈不知道哦 所以他们就说 哎今天里站说 哎这个阿公阿嬷不用担心 因为有两年的缓冲期啦 那在这个期间还推出了这个免归费的优惠哦 那还是叫大家赶快换牌哦 不然这个两年的缓冲期结束之后 你就会开罚哦 开罚的金额多少呢 这个车主可能会罚1200元以上 到3600元以下的罚还 而且是不能行驶的 所以看得出哎现在在用电动自行车的人 可能很多对 所以大家很怕被开罚 而且我觉得有个新规定也蛮重要 就是不能够载人哦 对就是这个车它竟然不能载人 而且还有规定你的时速要在25公里一下 那这太低了 感觉就骑脚踏车好了 当然就是就是它这个规定就是这样走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其实这种太细节了 除非你有在骑 不然就没有人去对 太关注这件事 但是如果要骑就要守发 没错 好我们来看新加坡了 好新加坡关键字蛮特殊的 是Zombie Virus 就是说因为有科学家呢 在西伯利亚的涌动土的涌动土层呢 因为发现说现在气候暖化嘛 所以这个涌动土就开始解冻了 结果他们就在这边呢 发现了四万八千五百年前就冻在这里面的病毒 而且他们 是病毒哦 对然后他们把那些病毒恢复之后 就是唤醒了 这个当中有13种的病原体 之后发现他们还是具有传染性的 所以才会叫做Zombie Virus 对但是因为现在它这个样本啊 整个收集的研究数据都还是在很初期 所以你当然不能判定说啊 如果传到人类身上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的 但就是说像俄罗斯啊 德国法国的科学家都在研究 那也看起来会是一个蛮有趣的研究 因为毕竟跟气候变迁 气候暖化是有关的 所以可能大家也会很好奇 这些古老的病毒解放出来之后会怎么样 这希望不要再有另外一个新冠肺 太可怕了 真的是毁灭人类不知道几百年生活 对就是困了很久这样子 好我们看完Google Trends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中国大陆其实蛮热搜这个话题 就是一位八岁的小男生 他不见了 那为什么会不见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个状况 他是一个四川的男童离奇失踪 我们把始末先带大家还原一下 他是在八月二号的时候 下午出去之后未归 原本是他爸爸在准备午餐 这小朋友呢是在地下室来写功课 结果他讲一讲 小孩怎么不见了 应该是被邻居叫出去玩 他也不宜有他 结果找了一整个下午 我已经哪里 我的儿子呢 怎么都找不到 那他就觉得有问题 赶快报警 那报警之后 真的就是找不到他 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他就是像人间一样消失了 所以他们就调阅了这个监控系统 就是监视器 就发现小朋友在跟朋友 一个盲控区这边玩 就是监视器照不太到的地方 盲点 对然后后来就看到说 下午1点36分之后 跟他一起玩的小朋友 就已经离开了 但是儿子都没有出现 所以就继续找继续找 结果在当天的晚上11点多 河边发现了儿子的遗物 但是我觉得家人就是这样 没有看到尸体 他是不会死心的 当然一定不会 而且是 可能是被人家救 可能是被人家绑走 不知道 反正就是想说 一定还可以找到他 然后爸爸呢 就是这个 他拿着牌子 一直不断找他的儿子 那这个叫孙小弟 他找了多久呢 他找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他因为这个小弟 他身上其实有一个特征 是右手臂有留下过一个伤疤 照理来说应该蛮好找 如果是被拐骗的话 对 他有一个很明显特征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 就他没办法 他最后是发现任贤奇 在他们这个附近有拍片 有影 对有录影 所以他就跑去找任贤奇 他跟他讲说 拜托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就是帮我找一下我的孩子 然后呢任贤奇就说 他确实看到这个遭遇 你觉得很心痛 所以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父亲 然后如果有相关讯息 就赶快联络他 希望他的这个孩子 可以早日回家 那不只任贤奇 包含舒奇张正苑等 大家就是有串联的赶快来转发 因为如果他都找不到他 有可能就是被别人抱走拐走嘛 那如果他有一些特征的话 邻居看到说 你这小孩怎么突然冒出了 或许是有可能找回 把他找回来的 但是这个三个月过去之后 这个在11月24号这天 这位爸爸他又发了这个消息 在平台上面 他说我想他在天堂的另一边 感受到各位的关心 然后请大家把这个 询人启示给删除吧 然后谢谢大家三个多月来 对他跟家人的关心跟帮忙 那就是说他的儿子已经离开这世界上 但他其实并没有讲为什么 也没有讲特别的死因 所以没有讲后续 对所以大家就是一头雾水 但问题这件事情 不管他是不是死掉或是离开 这可能就是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 因为大家就会想到说 其实中国大陆以前还蛮多拐骗案的 对啊 因为其实近年也有听到说 什么小时候被拐骗 然后长大之后 才重逢 对 但是我自己就是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 有去过北京 所以大概是20多年前 北京那时候因为一胎化 所以像我弟弟啊 就是导游就一直会说 哎弟弟小心啊 就是一定要报警一定要迁警 因为他有可能就马上就被爆走了 然后有可能是卖器官 然后有可能就真的是抓去给别人当小孩 因为一胎化嘛就希望有男孩 所以可能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拐骗儿童的案件 其实不少啦 但是这几年比较少一点点 但如果以整个历届来说 历年来说 这个形势是有的 而且还有一次被拍成电影 是2015年上映的这个《尸姑》 刘德华就是里面演那个找儿子的爸爸 对 那他的这个原型 刘德华演的爸爸就叫做郭刚棠 因为他在寻子嘛 那这个故事的原型是1997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小朋友只有两岁半 然后家长就忽略了 就当下被另外一个女生抱走 就他1997年就开始找这个儿子 真的找得很辛苦 他20年到处骑车骑了这个50多公里 结果还报废了10辆机车啊 然后备受煎熬 就终于终于警方在跨省合作的时候 DNA比对之下 发现了他的儿子究竟是谁 结果后来就跟失散24年的儿子重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画面就是这样 可是不过这个小孩后来还是希望跟养父母生活 没有跟自己的生父生母就是住在一起 可能就24年养育的时间 比这个他之前跟生父生母两年半的时间还要更长 所以后来他是决定就算了 好但是这个中国大多确实有发现 这个儿童的这个拐聘案是有蛮多状况的 所以你看他2021年1月展开了一个叫团圆的行动 他说已经找回了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0多名 而且时间最长的是61年 好如果他一岁被拐骗的话 所以他找到的时候都已经 62岁了 他爸爸妈妈还在吗 不知道 对但总之就是 但我可以感受到 那个家属 一定很焦急 对你看这个失姑的原型的爸爸就已经很痛苦了 更何况是61年后才找到孩子 好那侦破拐骗儿童基案有147起 那个抓获拐骗这个犯罪嫌犯有300多 所以感觉这都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犯罪集团 那在2021年5月的时候 其实他们这个团圆系统是五周年 他们从2016年就开始上线了 他们说平台其实发布了4801条儿童走失的讯息 那找回率真的蛮高的 有98% 所以他们开始用一些科技平台之后 确实在找回小朋友上面是有比较好的成效 当然还要有一些DNA的辅助 对对对 因为免费抽血点才是很重点 他们说之前为什么这个24年才找到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郭刚棠的儿子 他一直都没有去抽血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做比赔 他没有进到资料库里面 对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买小孩的爸妈 我可能也不会让我的买的小孩去做血液的什么筛检 对可是这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过去 整个历史发展上面导致于他们社会上出现的这种现象 就是整个一连串的政策导致下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儿童的拐卖 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低的啦 最严重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80到90年代 就是我大概我小时候的那个情形 真的是1990年这个峰值达到这个有3431人失踪 所以平均每一天是有9位小朋友不见了 好那当然就是我说一贴化政策啊 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状况 而且是2到4岁这个区间 小朋友最容易被拐卖 那他们说其实哦 43%的是没有离开原本的这个地级市 那只有16%还留在省内哦 那41%被送出了省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失姑的原型哦 其实他的儿子后来被找到只有在隔壁省就是河南 没有很远 但是怎么样找就是找不到他 对啊当然 对你看就算有特征还是很难找 对啊 对那当然我现在中国大陆在跟这个公安局啊 还有跟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有进行合作 那在2021年的这个报案数已经降到只剩下20总 所以你看到这个幅度降低的蛮大的哦 那当然民间的力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只是中国大会刑法啊 他们对于拐卖妇女啊 儿童会处五年以上到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 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重刑 但我觉得会有这么严重一直不断发生 可见大家没在怕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一方面 就是这样子的案件一直层出不穷 那当然大家就会予以踏发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那个意识会比较高 对 就是儿童拐卖的意识 但我觉得现在比较 呃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可能就是小朋友也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会的科技指法 你那个监控这么多 你怎么样逃都逃不掉啊 或者是说已经很容易发现 对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可能已经不顺行了 所以可能就换一些诈骗啊等等之类的 好那台湾到底有没有这样状况呢 或许我们在哪一个阶层的年龄层 失踪的情况很多 我们今天问到的是儿福联盟的 中区社工处的协巡组长 谢欣灵来帮我们分析 就目前儿福联盟的街 就是我们少年资料管理中心 那从今年的1月到10月 其实我们收到几根纸 这边回报给我们的 市中和少的18岁以下的案件 大概总共有1407件 那这个是截至10月底 我们收到的案量 那其实这样子的案量里面 有蛮多都是重复行离家的个案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离家案子的类型 其实现在目前的市中离家的案子 多数都是自愿行离家的案子居多的 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家里面 遇到了一些跟家庭之间的一些冲突 或者是亲子的议题 那在学校可能也遇到一些特业的压力 才遇到一些可能互动上的一些冲突 那再加上说外在的压力 应该是说外在的拉力也是蛮大的 常常会让他们说 那我就考虑现在的房地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面对了 所以很多的青少年 在面对到 可能盖底到的这些房地的人 跟家庭的压力之后 他们都选择接近离家 其实很多时候 在跟家长谈论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青少年离家的这件事情来讲 很多时候家长常会跟我们说 哎我不知道孩子为什么要离家 很多时候家长其实在教养孩子 或支配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没有去发觉到说 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 他们对于同财的关系的认同 然后还有包括对家庭 可能有一些压力的影响等等之类的 那他们处置自愿性离家之后 他外交的朋友 不管因为我是透过网络 然后或者是我是透过一些 同财团体这些介绍给我认识之后 那我们在介入案家中 通常都会先跟家长 宣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就是报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案子里面有非常多是 宣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宣布行李家的诺案 那家长常会觉得 哦 报案就不重要 但我们还是会强调 哦 报案的重要 而且不用得了三二四小时 就可以去做报警的动作 那在报警之后 那会跟家长讨论海底 李家的原因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去给李家 需要透过李家来因应 他对于现在 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些压力过失 他想要逃避现在的这个环境 那在跟家长讨论沟通之后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准备 就是如果还在法家之后 我们能不能降低或延化 还是可能在李家的贡献 所以其实在社工介入 除了我们当初 陪伴了家长做完报案的动作之外 其实我们也会透过 当初可能有一些失踪的海报的判登 比如说我们先去海报的判登 在孩子返家之后 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社工工作的开始 怎么样来协助孩子回到家 可以跟家长在一个共同的状态 而不带有李家的一些风险 或者是降低他们可能带李家的频率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是社工法处一直不断的在努力 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其实最大的困难是在于 那孩子回家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怎么透过社工介入家里 再跟爸爸妈妈去讨论孩子的状况 那另外我们也跟孩子重新建立了关系 因为常常会说 我一个李家怎么会有一个社工 社工姐进到家里面来 需要来跟我谈 我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在那个关系当中最困难的就是 我们同时需要跟父母工作 我们同时也需要跟这个18岁底下的 今少年的孩子一起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现象呢 可能很多你会发现说 几乎是每个人都有 会不会像有人就是像我一样 可能戴上耳机就会用耳机隔绝全世界这样子的人 但是你要小心你的耳机千万不可以开太大声 因为现在有一份研究指出 全球有超过10亿的年轻人 可能都会有听力上的损失 这个研究数据看起来很可怕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美国有一份研究 是指说 英国的医学期刊指出说 整理的2000到2021年的33项研究呢 他们针对的族群是12岁到34岁之间的 这个区间的年轻人 但是大多人都有可能面临听力受损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 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 我声音真的是有点越改越大 对 因为如果你习惯那个level 你就会一直听上去 而且会网对 对 你都只会 你没有办法下降 因为如果更小声你会觉得听不到 对 所以就会越开越大声 那其实当中有24%的人都是使用个人收听设备的时候 用不安全的音量听音乐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那另外还有就是48%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暴露在夜店酒吧等音乐 非常吵杂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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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的过度噪音之下的 所以呢全球面临听力损失风险的 年轻人口是6.7亿到13.5亿之间 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有觉得这个数字是蛮令我震惊的 蛮多的 对因为其实这份研究是指说 如果你是不管是你一瞬间的听力受损 但其实都会导致你有短暂性 或是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不自觉 或是不知不觉就让自己 曝露在这么危险的环境当中 但是没有发现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跟现在的蓝牙耳机 就是因为很方便 又是听音乐讲话什么 就是全部在这个耳机上面 然后呢导致于现在可能 连很小的小朋友 他们都很习惯听就是用蓝牙耳机 然后一戴上就可以 因为很方便啦 像以前还要用有线的嘛 对啊对啊 所以像现在呢 其实你看到在美国就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对家长 他们12岁的小朋友 他就戴着AirPods Pro 然后呢在看那个Netflix 但是看一看的时候 就突然警报声大响 呃有点类似我们国家警报的那种声音 所以一听到那种 你会觉得吓到 那其实这个声音那时候 他们这个小朋友听到的是 这个安博警报 就是说每家地区针对有失踪儿童的 发出的警报声 但是没有想到呢 会在这个小男童在看影集的时候 就在手机上大响 所以他那时候是耳机戴着的 然后又听到那个耳机的警报声 就在那个很大声 所以就导致于说 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因为音量过大 所以他的耳膜内耳受损 造成了永久性的听力损失 还有耳鸣头晕的症状 所以呢 这对父母亲他们就提告了 他们就告苹果 不是告国家 对他们是告苹果 因为他们认为说 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 就有用户投诉说 这个播出的警报声 和当下我们用户自己设定的音量 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这个好像是内建的限制 就是国家级的警报 它就是这么大声 对就像比方说 你已经开了勿扰模式 或安静模式等等 那个警报一进来 它还是就是叫得很大声 所以这个在音量上面呢 导致于这个儿童的受损 那个父母亲是有提告的 那么现在呢 他们表示说 因为苹果其实明明知道 有这个问题 却没有有所作为 这个是他们提出的控诉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到说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案例 那么其实我们自己平常 如果没有 怎么保护呢 对而且没有特别讲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发现 那通常大家也不会知道 你处在多少分贝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突然听完惠云讲说 觉得要好好检查一下我的耳朵 对因为其实你的人的耳朵 如果在85分贝的环境之下 听超过8个小时 就会有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所以如果呢 你的音量数值是10的话 你就尽量把音量控制在2到5之间 而且每30分钟就应该要拿下来休息一下 跟眼睛一样就对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 2到5有点低 对我觉得有点低 然后很多人可能一下下就会超过30分钟了 对然后如果说你的双耳是长期暴露在高能量生坡的环境里面的话 其实过度刺激这个毛细胞你的听力也会过劳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其实应该固定要让耳朵在45分贝以下的环境来固定的休息 而且要避开危险的噪音环境 就是说如果你听到一个很刺耳的声音 有时候突然很大声 像大声弓啊喇叭等等的 那你当下已经有感觉到耳朵痛痛的 或者说刺痛的声音 我觉得有刺痛感觉这是蛮明确的啦 而且你就要尽速捂住耳朵来离开 那就捂住耳朵它还有特别讲 你不是这样子盖住这样就好了 那要到什么程度 是用手指要伸进去你的耳道里面 这样子塞住这个才叫做捂住 哇那我们大家都只有这样而已 对我觉得大家要保护 因为比方说什么放鞭炮什么 你的第一个就这样子 但是其实好像没效 要这样子 这是不是建议的方式 对而且你的耳塞的带法 它其实也有嚼 我觉得以这个方法来说的话 几乎大家都是错的 就是说你要 比方你要带右边的耳朵 然后你要把卫生纸的耳塞 或者是说卫生纸啊 捏成长条状等等的 把它塞进去之后呢 你的手是要这样绕过来 拉你这个耳朵的上面 把它拉这个耳道拉直 然后你再把耳塞带进去 这个才是对的 对 这么的 所以它的step 它是这样子教法 就是说你要把耳塞 慢慢揉捏成长条状 那接下来呢 左手绕过去 拉你的右边耳朵 然后接下来 对对对对 就是把它拉直这样子 然后后来你的耳塞 才可以放入适当的耳道位置 而且还要之后要调整 那这个耳塞的膨胀跟耳道 密合才可以哦 那另外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定期的健康检查 就是说尤其是在高噪音环境 底下工作的人员 更是应该要定期的进行 听力的筛检 才能确保听力的健康 不过我们想就是 如果是例行的健康检查 当然就是一些听音差等等 对对对 所以像这个的话 应该就是最基本的听力检查 当然就是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要保护好你的耳朵 对我们大家都只在意眼睛啊 或是身体的一些机能状况 而且其实耳朵也很重要 否则听不到 真的很容易忽略 对而且听不到 整个世界好像就是一个 静默的声音 静默的世界 所以大家或许也可以用 刚刚慧云讲的一些 五个步骤五个习惯来看看 自己有没有哪个地方 要再改进一下 好这就是上半场的 国际plus谈全球 希望你喜欢 那有什么欢迎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